以台中就县长官邸活化打造的风源长青元气学堂 针对轻度失能老人推动健康促进 成立迈向了两周年 服务人数有24人 这天学堂举办了小型的庆生会 有趣的是现场的活动人员都是老宝贝们 而希望能够与社区接轨 因此元气学堂打造了另一间的社区元气屋 包括有共餐、亲自学习等课程 这天也同步开张 80岁阿嬷思怡唱名介绍徽宾 欢迎大家来参与元气学堂两周年的庆生会 推蛋糕进场的服务员 也是一位满头白髮的阿嬷 而表演节目《沙鱼舞》 也是由阿公阿嬷来演出 他们都是元气学堂学员 也是轻重度失能失智的长辈 这两年在学堂的健康促进课程陪伴下 没有严重的退化 哥哥反倒是越活越年轻跟健康 他就变得比较活泼 然后老师们都对他都很照顾 然后他引起他以前烹饪、插花、很多才艺 他都又显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早已他年轻的兴趣 很多照顾者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在办课程的时候 那同时他们可以教他们 就是照顾的这些长辈可以带来我们这边 我们有专业的健康促进员 可以带他们做一些课程活动 对 那让他们同时可以获得传信 有彭宛楼基金会委办的元气学堂 让原本的旧现场关底又重新注入活力 而希望能够延伸跟社区共享共用 因此基金会也打造了另一处开放空间 区名为社区元气屋 除了有共餐服务之外 更将推动亲子及照护传席课程等 我们不是只有日间拖劳长辈 而是外展服务 就是说让社区的民众都可以享用这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其实它可以就是有 除了有社区共餐之外 就是我们三五会开放 让社区民众可以预约来跟长辈一起进 就是用餐 以健康促进来照顾街群老宝贝 成功延缓失能失智的风险 也让他们的生活是多了不少乐趣 就连邻近都深受感染 加入支持服务行列 而竹琴又有社区元气屋的存立 服务的年龄族群又更广 可以让更多人来共享到这份社会福利 顺利将台中采访不到 在这份社会福利顺利